小老师 四十五床 就是这间 放大前头一会儿给你 还放被嚼渴 主任 我们来看你了 你们怎么跑过来了 主任 我们大家听说您病了 我都想来看看您 谁在外头放的疯 我不是说 不让给外头说吗 主任 张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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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主任 都是我的错 这 怎么了 主任 我已经跟校长坦白了 哎呀 这孩子 你傻呀 不是 这什么事啊 你抹考试前 我还怕考不好 怪名心窍的 大晚上 跑去办公室里面 想偷看一下试卷 结果被主任发现了 我以为我死定了 如果我被学校处分了的话 我连高考资格都没有 但是主任没有告诉学校 只是把我骂了一顿 然后罚我跑了操场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主任因为我 差点被学校开除了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我现在不说呀 不是要包庇你的 我是想等到高考之后 再跟你算账 还有啊 谁说我被学校开除了 我这是给自己请的病假 是谁又在这儿造我谣呢 你们说你们在场这一个个的 这三年没少跟我惹事 那现在这 你看你们几个哭哭啼啼的 要真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那就赶紧回学校 好好复习备备战高考 得拼了 加油 加油 拼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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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